7月13日周五,国际产油国OPEC同意增产原油,或将大大降低产油国闲置产能引发担忧,以及OPEC成员国委内瑞拉原油产量继续下降,来自原油供应端的危机升级。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所WTI原油期货上涨0.68美元,收71.01美元每桶,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0.88美元,收报75.33美元每桶,此前美国对伊朗制裁吵得沸沸扬扬,不过最终特朗普也未曾真正下定决心,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,或将促使特朗普的立场软化。 要知道自前油价的上涨,特朗普因素要占绝大部分,一旦美撤销或放宽对伊朗的制裁,那么原油价格又会面临一次暴跌。 只是真的会这样吗?7月23日将是国内第14次油价窗口开启的日子,只剩下最后5个工作日,目前原油综合变化率为-1.22%,预计柴油。 汽油累计下调幅度为48元每吨,即将突破50元的下调红线,而当前的原油价格,正处于不温不火的境地,是不是就意味着本轮油价下跌有机可乘? 如果油价能够下调,真希望油价下调幅度可以大一点,不然下调个一分,两分的还不如不调。 大家说呢?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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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